为了拿下比自己小20岁的小刀 性感女人蹲下身帮她清理伤口 还故作温柔轻轻吹一口气 香气顿时让年轻的小刀热血喷张 为了克制自己躁动的心 小刀尽量躲避安妮炙热的眼神 殊不知安妮是在故意利用她 这个事情要追溯到几天前 小刀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暑假期间和父母来到这个林中小镇度假 也不忘带上一大箱的书本随时学习知识 有这样一个省心的儿子父母很是欣慰 这天小刀隔壁搬来一对夫妇 女人风姿卓越妖娆动人 这一切都被血气方当的小刀看在了眼里 从这以后小刀一有时间就偷窥女邻居的一举一动 而女邻居在发现小刀偷窥自己以后 不仅没有感到反感 反而是经常有意无意地泄露出一些风光 殊不知小刀早已成为了女人的猎物 第二天小刀和好兄弟泰勒搬来一张旧床垫 来到了自己的仓库 打算把这里弄成两人的秘密基地 而泰勒最大的心愿就是在这张床垫上把自己变成男人 两人看着湖对岸的比基尼美女认为总有一个是自己的猎物 于是便碰杯提前祝贺 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在别墅门前叫住小刀 原来是去拜访刚搬来的富豪埃利奥特 母亲更是满脸开心地介绍小刀 并且说儿子是学习船舶机械的 新邻居埃利奥特希望他能修好自己的帆船 并答应修好的话能支付小刀一千美元 一家人欣然同意 随后小刀来到了船上 便看到了他人生中最美的风景 安妮刚游泳上来 这性感的身材差点让小刀流鼻血 接着安妮便走向旁边的木屋 小刀瞬间害羞地不敢往那个方向看 但是男人的本性又让他忍不住偷看了几眼 然而就当小刀看得起劲时 安妮的富豪丈夫来了 起初小刀还以为自己偷窥安妮的是被他发现了呢 结果埃利奥特走了过来问他帆船修好要多长时间 小刀赶紧随便糊弄说下周末就能修好 埃利奥特也对眼前的小刀刮目相看 顿时有了更好的印象 而小刀还意犹未尽 很快到了晚上 小刀想着白天的安妮辗转难眠 甚至情不自禁地就走到了窗边 同时安妮似乎也很懂事 妖娆地站在窗前更衣 关键是他故意不拉窗帘 看得小刀也是浮想连篇的 但是他发现对面的安妮今天情绪很不好 还被丈夫给打了 这让小刀也担心了起来 第二天小刀来到帆船上 本想问问埃利奥特关于昨晚的事 可转头一想 自己这种行为属于偷窥 所以并没有开口 于是就问埃利奥特是做什么生意的 只见埃利奥特从口袋里拿出一盒精致的香烟叼在嘴上 并拿出那只精美的劳力士手表在小刀面前晃着 随后便侃侃地说他有很多生意 钞票多的自己都记不清了 小刀看着埃利奥特不可一世的表情 只能尴尬地赔了个笑脸 回到家中 小刀又在窗边偷窥安妮 接着传来了一声尖叫 小刀马上冲了出去英雄救美 原来只是车里有一只小蜘蛛而已 小刀将其甩到地上 然后颇具男子气概的一脚碾死 安妮健壮也夸奖了小刀 被她的男子气概折服还让她帮忙检查一下车 小刀一听这话 不由自主地就上了车帮忙检查 殊不知安妮也是个会来似的 见小刀上车以后故意坐在小刀的大腿上 这么近的距离外加上肢体的接触 小刀心想哪个帮忙的能有这待遇啊 事后小刀就把这一喜讯告诉了好友泰勒 泰勒就神秘兮兮地警告他 上次安妮来酒吧被人搭讪 埃利奥特就狠狠地骂了搭讪的男人 这对夫妻奇奇怪怪的 还是不要招惹为妙 到了晚上 准备回家偷窥安妮的小刀却意外发现 此时安妮正坐在自家门口 看到小刀来了 安妮告诉她自己的老公出差了 而自己白天时着急出门 钥匙也没带 所以想请小刀去她家帮个小忙 这个场景小刀在梦里 都不知道做了多少次了 而且她又想起白天的事 所以还有些迫不及待 跟着美女就回了家 只见安妮拿起一块石头 并说把那个窗户上的玻璃打碎 就可以进去从里面开门了 还不忘叫小刀脱下衣服包着石头 免得等下不小心划伤手 小刀听从安妮的建议 不出意外的还是出了意外 小刀的肚子还是被破碎的玻璃划伤了 但接下来安妮的操作属实 让所有男人都把持不住 看到被玻璃划伤的小刀 说到她家里有窗可贴 等她帮忙处理完伤口再走 安妮拿出一瓶水递给了小刀 并快速地拿出医疗箱 蹲下来用消毒棉帮小刀擦拭伤口 完了还不忘温柔地吹了一口气 小刀被整得唇干舌燥 可面对安妮炽热的眼神 小刀选择了退缩 然而正当小刀要离开时 想到埃利奥特出差还没回来 于是又退了回来 看着安妮还没换掉被雨水打湿的衣服 小刀鼓起勇气忍不住地亲了上去 然后表达了自己很喜欢安妮 然而小刀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 安妮也主动吻了上去 经过一晚上的翻云覆雨 小刀成为了真正的男人 心情耕作了一夜后 小刀回到家还表现得意犹未尽 接下来的几天里 安妮总是穿着性感地出现在小刀的视线里 而小刀吃完后就不怎么想负责了 但是安妮并不打算放过她 借着查看修理翻船的进度 再次跟小刀宽衣解带切磋体操 之后的日子里 这对陷入爱河的人胆子越来越大 然后就又发生了要充值才可以看的画面了 完全不把安妮的丈夫放在眼里了 而随着这些天跟艾利奥特的接触 小刀发现这个人性格有问题 经常喜怒无常 安妮还给了小刀一部手机 专门用来两人之间单线联系 在一次检查翻船时 艾利奥特差点就被船翻给一击毙命了 趁着艾利奥特下船舱检查引擎时 安妮告诉小刀晚上去秘密基地 然而晚上小刀接到安妮的电话 电话中的她哭得很伤心 声称艾利奥特在外喝了酒就喜欢回家发酒疯 有着强烈控制欲的她总爱拿安妮当出气筒 直到这时小刀才知道艾利奥特其实只是她的继父 还对她有非分之想 看着安妮脸上的伤 小刀的心都碎了 她许下承诺一定要拼尽全力保护安妮 之后的日子里 两人更是直接把约会地点搬到了仓库里的那张床垫 而好兄弟泰勒的床垫也被两人糟蹋的不成样子 然后又又又发生了要充值才可以看的画面 这天小刀回到家就接到了安妮的电话 神情惊慌的安妮说出大事了 小刀认为一个女人能闯什么祸呢 结果等到了安妮家里 小刀整个人都吓傻了 原来安妮的继父对安妮家暴使 被安妮一不小心误杀了 而安妮表现得非常无辜 此时小刀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报警 因为这样的话安妮算是正当防卫 然而这个办法被安妮制止了 因为她害怕警方会深究此事 于是安妮再次使出了美元剂 终于小刀沦陷在她的眼泪中 为了让埃利奥特的死看上去就是一场意外 小刀先是清理了现场的血迹和胸襟上的指纹 随后将尸体放进了后备箱 开车来到荒无人烟的海边 借着夜色的掩护把尸体一路拖上游体 她模仿埃利奥特的姿势 娴熟地拿出香烟点燃 架着帆船驶离码头 将船开到无人的地方 接着抱起埃利奥特的尸体狠狠撞向船帆 再将其丢进船舱后一把火点燃了帆船 然后小刀直接弃船而逃 伪造成一场意外事故的假象 殊不知这一幕被值班的保安禁收眼底 次日清晨埃利奥特的尸体被人发现 通过她身上未烧毁的证件以及牙齿对比 警方确认了埃利奥特的身份并迅速展开调查 小刀强压内心的恐惧继续正常的工作生活 殊不知此时还被安妮蒙在鼓里的小刀 马上就要大火临头了 然而这一切在安妮的眼里 她只是自己杀人后的一个替罪羊 由于埃利奥特的死牵涉出一张价值千万的巨额保单 保险公司的黑妹作为调查员迅速赶来小镇 就好像是开了上帝视角一般 黑妹一到就把调查目标放在了安妮的身上 因为她是这张保单的唯一受益人 还在三主妇警长务必要一起配合查出安妮的蛛丝马迹 按照和小刀商量好的说辞 安妮阐述述了自己明确不在场的证明 警长在尸检后得出结论 埃利奥特在被烧之前就已经死亡 听到这里当晚的值班保安站了出来 表示自己看到的极有可能就是嫌犯 鉴于是死者的邻居 警长希望小刀一家也能去警局配合做一番简单的调查 作为优良公民 小刀的父母带着她欣然前往 并没注意到儿子那肉眼可见的紧张 面对黑妹的询问 小刀隐瞒了和安妮的事情 但黑妹好像是知道什么一样不停地逼问她 此举直接惹怒了小刀的父母 带着儿子愤然离开 但纵然如此 种种证据还是逐渐浮出水面 黑妹和警长在安妮家的碎玻璃上发现了不明血迹 并迅速展开对每户人家的抽血化验 警长更是拿走了小刀喝完水的杯子 用了化验上面的指纹 可想而知这一切的结果统统指向了小刀 为了证明自己并非杀人凶手 而是帮安妮销毁证据 小刀必须尽快找到当初被她藏在秘密基地的手机 上面有自己和安妮所有的电话短信以及一些私密照片 足以证明安妮是自愿和自己在一起 而且也是她请求自己去销毁证据的 而这时安妮突然出现在门口 说手机已经被她拿走了 此时警车也在向这里驶来 安妮突然开始疯狂撕扯自己的衣服 然后抱着小刀倒在床垫上 警察应声闯入 这场所谓的犯罪未遂被抓了的现行 小刀苦苦哀求警长 说自己真的是无辜的 深知这个少年为人的警长偷偷放走了她 小刀火速跑去安妮的住处 趁着她洗澡的时候翻开她的包 这一看可真是发现了新大陆 原来有着多重身份的她根本就是个蛇蟹心肠的女人 她找出手机交给黑妹 里面有证据能证明安妮是杀人凶手自己是无辜的 黑妹收下手机说要带着安妮去警局 走前还特意打电话给警长证明了小刀是无辜的 随后按照警长的吩咐将其锁在床头 以便等下警长过来提人 此时的小刀终于松了一口气 可本以为这下得以沉渊招雪的她 却再次被眼前的荧幕彻底震惊 安妮脚上的纹身和黑妹的纹身竟然是一样的 很显然作为唯一证据的手机里面的内容 也早已经删得干干净净 他们两人竟然是同伙 小刀赶紧拿起电话报警 可电话线早就被拔了 之前黑妹和警长的通话是在演戏 安妮带着埃利奥特所有的财产远走高飞了 小刀也差点入狱 还好安妮只是为了钱 最后临走时还是把手机放在门口 小刀也算是有惊无险地逃过了一劫 影片到此结束 所以说以后男孩子出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即便美女主动投怀送抱也要三思而后行 如果是被强制掳走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了